喂 你好 不是 我是中国人啊 不是 不是 你这不是 我念你名呢 你的名字不是西方这个样吗 常常这个样 会好的 后面有中文 啊啊啊啊 会好的 好 你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啊 不是 你别说那个没用的话 你让他说说正事 只是我是就是有很多东西吧 我就是 烧大点上哥们 说啥 就是有些东西吧 有一个东西吧 我就反应不过来劲啊 啊 就是关于这个停车位的问题 停车位 咋的了 哎 啊 就是啊 我吧 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 啊 隔小行都待过一段 啊 对对对啊 就是我现在也在韩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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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之前呢 在国内呢 大家说出现就停车位这个问题 我就很不理解 为什么 就是中国他就不能实行啊 别的东西我不知道 反正就停车位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 韩国做的非常好的 啊 其实韩国做的很一般 韩国做的一般真正做的好的是哪呢 是刚果 啊 不是不是 刚刚果 我不是说对停车位的 啊 刚果一共880个人 平均一个人身上有三个职位 停车位可见停 不是不是 我说的不是说是啊 你这个车位的管理啊 或者是车位的数量也好 不是说这个就是 嗯 对我个人车位 比方说我在我的小区里我买了个车位 嗯 哎 就经常有一些就是啊 别人啊 占了我的车位 嗯 然后打电话不接 哎 警察哎 叫警察过来也是哎 你这属于民事纠纷 你们要自己自行沟通 啊 怎么可韩 可韩国 可韩国别人停停车位 韩国的盖帽就直接给你处理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韩国没有 不需要盖帽 啊 韩国韩国人素质高 从来不停别人位置上 不不不不不 我我直接可以打拖车电话 啊 来个拖车公司直接拖车 国内不能打拖车电话吗 你打拖车电话的情况下 那他就告诉你 这个是啊 他的个人车展 如果中间出现什么东西 啊 比方说 哎 比方说我是哎 我在小区里面停车 嗯 他有的时候都在中国 他是拖车公司他不进去的 他不给你拖走啊 啊 不是 那你那意思就是 葛韩国 葛韩国他小区域这些都都都进 啊 都进 啊 葛韩国哪个小区他都进完 葛中国有些小区不进完 所以这是国家的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说国家的问题 那你那你落啥 你落啥韩国中国呀 哥们 我就说这个问题就是比方说我的车位 啊 别人的车停进来 我可不可以就是哎打个电话 可以 然后我说哎你把车弄下 他不挪可以 哎我打个拖车公司的电话 占用你占用你 他占用了你的车位 他占用了你的车位 如果他屏幕不是如果他那个窗户 上面留电话了啊 你要说打了个电话 完了他说哎呦抱怨哥们那个 我马上下的 我先下的就挪 那其实这个是个人情问题 没问题 这跟这跟法治没关系 没问题 如果说电话也不留 说一回 不要往这停 下回往这停 直接打拖车电话 直接拖走就完事了 这是你个人车位 他占他侵犯你个人权益了 而且拖车费还得他叫 但是国内有很多这种例的就是 拖车他不来呀 啊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而且打谁打哪个拖车 那个拖车没来 然后有这个有钱赚他不来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我说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拖车 这一块他个人的啊 韩国拖车拖车是国营的 他是他是以市为单位的 我在问你韩国韩国拖车公司是国营的 我说不好听大哥你现实 你你给韩国老后厨后面打开工刷 刷碗烤串选手 韩国拖车公司是国营的 我看是我的车也被拖过啊 啊我的车被拖过啊被拖过 这是啊事实被拖过啊 然后他这个拖车公司他是 比方说你这个车停在别人车位被拖走了啊 啊然后呢你是 你要直接去联系这个政府 就是比方说我打电话啊 给这个比方说啊给交警打电话也好 给警察打电话也好 他会在韩国是给交警人打电话 你先给我们普及一下 可韩国占用你车位的是给谁打电话 首先打他的电话 首先打他的电话 如果没有电话的情况下 占用我的车位了 然后我就可以找警察 然后然后警察过来给你拖走啊 如果警察 警察他会打电话 他会通过很多方式就了解你的电话 然后 不是你这说的都是废话 我就问你这个韩国和韩国拖车找谁 你说前面没有用 跟国内是一个流程 对吧 找警察 找警察 啊警察脱走 啊 对 可韩国的那个 那个那个拖车的这个公司是属于啥的 属于警方呢 还属于啥的啊 呃 因为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嘛 不是你漏 我发现你哥们你 你这一出就跟那个红俩大眼珠子 就是跟那个 外面刷碗选手 说白了现实 韩语应该不会说一句吧 对不对 你跟老刷碗选手似的 我问你 我问你人家这个这个拖车公司 是他们这个城市当前城市的合作公司 还是属于人家韩国国营的公司 城市的合作公司 好城市的合作公司 我想问一下 哥们 城市的合作公司 如果换到我们国内 说盖帽来了 就以你这个口音和你这个 你这副德行啊 盖帽来了 移车 把你车移走的时候 是盖帽 是官方 盖帽可是为人民服务的盖帽啊 然后来了以后 让一个民营的公司 把你车拖走了 最后这个公司产生的费用 拖车费用 都是进到这个民营公司兜里面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不禁要问 说话一说话 就坤卡网出卡弹那出 是不是又得出来了 搁我们这能这么干吗 这不得上车搜啊 铁子 就以你这个不禁要问这一出 这事不得上车搜啊 盖帽来了以后 跟联手民营公司把我车拖走了 钱直接进人那边走 我不得不怀疑盖帽 是不是给人要业绩基金 你这时候不得上车搜啊 啊 对啊 对啊 对啥呢哥们 怎么这是 不是 怎么这这事可韩国就合理呢 可国内这事能行吗 我问你啊 啊 所以我就不了解 所以我就我就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中国不可以 因为啥 因为那个东西是能产生利益的东西 明白吧 那个东西是要见钱的东西 可他们那块就这么整着了 他们他们讲什么 他们老百姓没有啥 不禁要问这说 问也白问 像你说的 你非常精准说一个东西 就资本社会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人家的盖帽 没有为人民服务这一说 哥们 我们的盖帽是怪以人民名头的 这东西是不能这么做的 但是你占了我的车位 你侵犯了我那个的利益 怎么盖帽占在你车位 你给他滚什么道 这么大岁数了哥们 我说 咱俩咱俩就撈磕头 你这么大岁滚啥 倒是哥们 你这盖帽占你车位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盖帽占我车位了 那你说 那你那你怎么说 占我车位的这个人 占我车位的这个人 那咋的了 占你车位的人咋的了 他占了我的车位 那 聚不挪车 聚不挪车直接有直接 哥们 各国内都已经先 这事的各国内 都已经先进到啥了 各国内都已经先进到 有APP直接能给你处理了 占车位不挪直接APP 都给你处理了 你用过 听过吗 多长时间没回国了 但车什么时候能挪走 怎么那个 和韩国这边打电话 三分钟那边直升机过来了 时间段 不行 别别别别 你别说那个废话 你别说那个废话 你和韩国打电话 多长时间过来啊 我听一下 我只是说 我 不是 你 你怎么老是答非所问的呢 我想问一下 付出什么 付出钱呢 哥们 你挪车 你伪装停车了 也好 啥也好呢 谁给踢了 你这么这么滚刀呢 你咋 抓紧吧 你赶紧睡觉吧 一会寝室都睡觉了 明天早上起了 你还得刷碗呢 那有呢 郭文夫讲话了 可韩国听听大功 学学那个老韩文 融入一下人家社会 了解了解 人家那边拖车费 谁付了解了解 人家那边过了一趟 得多长时间 去干点正事 从自我做起 我来教你 先学这一句 学会没有 第一个人挖个外面 打黑工选手 还有个人 你还不禁要问了 你个人 来下一位 我eri 你 Rodarte 你只是两个人 不打黑工选手 你不知道 你不是我的天啊 那里 你 İş你没用